今天早上婆婆先去老宅那里摘花椒了 然后我给两个孩子煮好早餐 吃了之后我也跟着她来摘 两个人的话就会快一点嘛 有一些这个花椒太长了 就把它给砍下来了 这样子的话就好摘一点 我都忘记拿手套来了 幸好这棵树的话它没有那么多刺 才不至于手那么痛 两个人摘了每一会就摘好了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呀 到家了赶紧拿那个薄鸡来倒进去 然后弹开放在这里晒干的话 就可以把里面的纸去掉就可以吃了 吃过早饭了 我看今天的太阳还挺大的 就想着来河边看看有没有鱼 结果来到这里鱼影子都没见几条 现在的鱼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还是说我找的地方不对呀 刚才我拿的黑色的装鱼的东西 不太方便抓 抓一条又要拿去岸边放 太麻烦了 然后我就叫公公帮忙修一下这个垒 然后我去拿这个垒来装的话会方便一点 抓了快一下午了都没什么鱼 然后还下起大雨来了 我想起之前看了一个视频 那个大洪水涨来了 有点害怕 我就赶紧的回去了 两个孩子也不怎么吃辣的 特别是小宝 所以就做一个酸汤鱼汤给他们吃吧 还留了几条在桶里面养着 给小宝当宠物完了 他看着一直在旁边守着好开心呀 切一个茄子放进去 里面的话就有荤菜了 然后也有素菜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有营养一点 剩下的鱼再来煮一个鱼酸汤 稀饭吃吧 把这个糯米倒进锅里面去 然后再放一点姜 大蒜还有花椒还有酸进去 煮开了之后就把鱼倒进去 煮一下就可以吃了 其实这个看着简单 但是真的很好吃的 每年都要吃上几次 这个酸汤 稀饭才算是度过一个真正的夏天了 上次我妈做的那个土豆丝 他们两个好喜欢吃呀 今天我就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炒出我妈的那种味道 这个肉还有点肥 然后就不用放油了 为什么我炒出来的 怎么没有我妈的好吃呢 好